那麼各位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囉 這個呢 你如果執行了之後 其實會在各位的這裡齁 在你的那個 圖示會多一個 那個小 就是 畫 小畫家的那個 畫盤齁 那麼 你在上面點左鍵點右鍵都沒關係 我們主要會用到就是在這裡的叫螢幕截取 螢幕截取這個功能 它裡面呢就有這幾個部分齁有幾個部分 其實比較大家比較常用還是什麼 矩形區域 矩形區域 比較多 或者是所謂的全螢幕 平常大家 不用任何工具之下 最會的就是print screen 對不對 那那個是抓全螢幕 可是會連下面工具列那些通通抓下來 所以很多時候你就是還要再做裁切 那麼在這邊就 比較不用 比較不用齁 那 你看看喔 我們在這裡 先是那個矩形區域給各位看 好不好 這大概比較常見了齁 我們來開個網頁囉 我來這邊 好 假設呢 我如果要把這裡 我這裡齁 假設我要 弄起來 那你就選了剛剛那個 事實在有快速鍵啦齁 我就 shift 叫print screen 這是它內定值 它會變這樣 你就可以在你要的起點 開始拖曳 或者按一下都可以齁 到終點的地方再放開 這樣就抓起來了 你看有沒有 是不是就抓起來了 對不對 你抓起來之後呢 就 可以做出來 而且你看我剛剛的照片 剛剛這張有沒有還在 我們平常Windows剪貼簿最麻煩的就是 你只要用過了 一次 最後一次 他才記得嘛 那之前的都會忘記齁 那麼 這裡呢 除了可以這樣 你可以在這邊 比如說如果這個是比較 有牽涉到個人資料的 還是什麼 一些 點落電話的 不再適合放在上面的 名字啦 你可以把它框起來之後 這裡就有什麼 馬賽克 對不對 你就可以直接處理 或者你要打帳號密碼 我要做手冊啦 各位應該也蠻常 遇到 做到這種需求嘛 你可以把它框起來就直接加 好 那確定之後 這樣就好了 甚至你可以在上面打字啦 我最常做的就是 像這種教材 我會在上面畫線 而且畫完之後 這裡 你可以看到 他現在新的有這種線 在Word裡面你要畫這個總是比較難嘛 對不對 雖然也可以用啦 不是說不能用 但是 總是比較沒那麼好用 你看到上面這個 其實都是像小畫家一樣 小畫家只是他功能比較方便而已 那如果呢 沒有問題的 你可以直接複製就貼過去 他會包含你現在所看到這些東西都蓋過去 好 蓋過去 那 一樣的 今天如果你要 不要直接複製 你要真的把它存下來 可以直接從這邊存成 這些圖檔 這樣沒問題 好 這是他最基本的一個功能 你可以 可以參考看看的 那麼 框的顏色啦 線的 線條的顏色啦 我想 這個大家應該都會做 比較像各位平常在用的功能 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應該各位在抓圖就比較方便 那另外還有一個可能大家會用到的是在這邊 就是有時候網頁比較長 比如說你看這個網頁 我們這邊右手邊是會有卷軸 對不對 右手邊這邊卷軸比較長 那有時候你要做成果報告的時候 我要 抓比較完整的頁面啊 那你就可以用 我們剛剛這裡的功能 來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叫做卷動視窗 你看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卷動視窗 好嗎 卷動視窗 好 卷動視窗 那卷動視窗他就是會自動賣抓會卷的 不過說真的 這個部分我就比較建議你用IE抓 因為你用火壺 它有時候抓的就比較不是那麼順 好 你用這個 你看我來抓給你看他們 好我來抓這個卷動視窗 那你就找到你要的 你滑過去那個視窗他會出現這個外框 好就你現在看到這個外框 然後呢你就點下去他就自動幫你卷了 會自動幫你往下卷 你就不用分兩次抓起來再拚 開玩笑 然後那個美國時間 對不對 還拚不準這個場 好他就把你拚得很好 好這樣就抓完了 我們馬上來試看看 看看這一頁囉 你看我把它丟過來 丟過來 我把它縮小縮小 有沒有完整的一頁 對不對 那你再抓你要的範圍就好啦 對吧 你可以 這樣抓完 我再 看我要抓的範圍是哪個部分 再把 用這個選取工具 假設你只要抓這個部分 我就這樣抓下來 好按上面的裁切 他就切這一塊而已 好就切這一塊 那因為我現在說的比較小 所以你回覆到百分百 你就會比較清楚你抓到是哪一塊 反正這個都可以重複使用 所以還蠻方便的 這個是 各位呢在 這個軟體上應該比較常用的 事實上他的 軟體的部分 老實說是不只是這些啦 因為他還有其他功能 比如說八卦像你剛剛看到我有在用那個放大鏡有沒有 我用的不是這一套啦 但是他也有放大鏡的功能 也不錯 而且呢他也有白板筆有沒有發現這裡有白板筆 看不到 看不到 那上哪一點點呢 這裡 有一個白板筆 你要在螢幕上畫圖這個也是不錯的選擇 他也有 也有 雖然我不是用他 但是 這也是其中一個功能 這給大家 稍微參考一下 OK嗎 可以了齁 所以這裡我就關掉了 你要關閉的時候他問你要不要存 如果你要一次關那當然就全部不用存 只要你還沒有關掉 你之前的 都還來得及 再怎麼樣 再把他叫回來 再把他叫回來